吴文彩 62岁 丧偶 平房210平 年收入10万元 红娘介绍过这么多叔叔 但是能在生活世界上这么讲究的男人 还真是不多见 就在着手准备炖鸡的空档 剑谈的吴叔开始跟我们聊起了 他这风风火火的半辈子经历 我们家的困难群就养猪一人 他就死了 死了可找不着原因呢 找不着原因 我一考虑这事就得从兽医上来 这个治病是找大夫 那你就得自个学 然后我就学成了 学成了之后我家养猪条件就有了嘛 高养殖嘛 后来我就什么 我也真就是这个 边干兽医我边在家高养殖 养猪那时候养鸡 后来养牛 我冲结我自己吧 但是我这人咋的你 胆着 干啥我就咋的你 但是我得考虑 不管干哪一项 我得首先把国家那个法律 那个那个红线得撂开 不碰着他 只要国家允许我干的事 我们又不敢通 不敢掏的 狼窝的窝都敢掏他量吧 吴叔说呀 别看自己没念过多少书 但是啊 这并不代表自己没头脑 凭着自己的胆大和眼光 才有了今天 这十里八寸都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 我老伴死那天大伙来 我是这个家得占80% 你别看这个 是死人搞的了 别看我干的 我没有他 我搞不来这东西 就我养牛 养大牛最低股的时候 那牛就是啊 简直都 别说空一天 就养一天赔一天 我那前期说 坚持就是胜利 别上我 靠世界 功夫不负有些人 终究都有一天 会叫你变现的 等到卖出钱 那天我媳妇 我那前期说 怎么样老金当 我跟你说了吧 你从地做事 你别怕鼓 那个韩信没有胯下之主 怎么能当将军呢 告诉我 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但是啊 这个女人却偏偏在自己成功之后 离开了 她是七块岩 原来她就有点气 我老丈母娘也是 我老江你放心 你好好养病 有五老金在 卖房子我都给你治病 你我好好养就行了 我这眼咋记得 就因为我前提记得 我一天得两包烟 我受不了 我一闻着烟就像咳嗽 它是非其种啊 我行了 我从今天开始立马去烟 行了吗 我说就 咱俩是 谁叫咱俩是两口 那我就要为你付出 那我就得去烟 没说的 咱俩以后 一下子 我今天去烟三十五年 吴叔和老伴之间的故事啊 听着让人很是动情 可是吴叔的一片深情 却还是没能留住老伴 老伴的闲凉 让吴叔很是感慨 单身汉的日子 也的确很难 老伴去世三年后 还真就找了一个伴 为了那个女人啊 自己甚至把家里的牛啊 鸡啊都卖了 跟着他去了长春生活 寡看养员的那时候 丑子真挺好 那人那个 就我找这个 就我领他买衣服 当时你是卖衣服那块吧 都不让他走啊 一样你待会儿 他那衣服到人 那身上就跟那模特 那腿穿那衣服就一盒棍 那直流的 那衣服特别 就跟模特 那个卖衣服不让他走 这孩子还有点低暑 孩子 孩子我的孩子 我已经在长春那次 已经 也就受过 给孩子也知道 受过挺大挫折